又加两三千的波头皮交易策略 过去12年的绩效表现 它的仓位比较重啊 所以这里的收益看起来很大 这个策略原作者还有一个石盘的信号 整体看起来还可以 还可以 原作者的这个EA它是在卖的啊 在卖 卖375每刀啊 大概就是2700人民币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啊 你可以直接从这里下载 整个策略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寻找一小时 一小时最近的最高点和最低点 然后突破的进行买入和卖出 在设定极小的止损价和止盈价 在这个极小的止盈价的前提下 还有一个极小的分钟止损 这就是它的全部逻辑了 是不是很简单啊 但是这种策略啊 对于我们的交易环境要求是很高的啊 首先就是对于你的这个网络延迟要很小 最起码不能是像我们这里的这个本地电脑啊 两三百毫秒这样的 肯定是不行的啊 最起码你得把你这个延迟降低到十来毫秒 关于这一点的话 其实可以使用VPS来解决啊 就是我上期视频讲的内容 还有一点就是你平台的这个点差一定要很小 这就需要你有一个ECN的账号啊 如果你没有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我 另外就是这种策略啊 你最好是交易这个欧美 交易欧美这个品种 因为欧美它的这个交易量啊非常的大 而且参与人数呢也比较繁杂 所以它的点差啊基本上就很小 它就很适合使用这种 拨头皮的交易方法 另外就是大家要避免啊 在凌晨附近啊进行交易 因为那个时候的点差的波动是非常剧烈的 对拨头皮的交易方法来说啊 很不适应 另外就是 在凌晨的这个交易时段 关于这个交易时段的问题 我后面打算 单独出一期视频啊 详细的形象的去讲一下 不过这些都是后面的内容啊 今天就先不说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策略具体是怎么做单的 这是一小时的图表 首先呢就是寻找最近的最高点和最低点在哪里 比如说啊这个红点的位置就代表的是最近的最低点 然后有这个最低点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啊 它这个价位上给它挂一个突破的卖单 然后给它设定一个比较小的止损价和一个比较小的止盈价 比如我们这里以这个20大点作为止损和止盈 然后我们等待它进场 蓝色的点代表的就是最高点啊 通常我们就是用来做这个突破买入 大家看这里呃成交之后立马就已经止盈了 因为拖头皮嘛 它的特点就是极小的止损和极小的止盈 因为我们这里是设定的有这个跟踪止损啊 呃触发跟踪止损的条件就是行情从你进场之后 有移动了10个小点 也就是只要移动了一个大点 那么就开始了我们这个跟踪止损 跟踪止损的话就是两个大点 所以基本上就是很小的止损 所以它会很快的就被止盈 这一笔也是 针对于这种拨头皮呃 止盈止损很小的策略来说 通常呃它的这个手数啊 也就是我们的资金管理啊就会放的比较大 我们再看几笔 然后又一个 然后再下面的低点就是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因为这两个低点已经呃不太适合它了 它因为它已经比这两个点还要低了 那么比这个点更低的就是这里 所以就挂了一个突破的卖单 然后跟随着这个行情走到这里的话呃 最低点就刷新到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就把这里的卖单取消掉 然后挂在这个位置 从交之后还是啊 它会以很小的呃 置盈架进行出场 我们放慢一点 看能不能详细的看一个 呃 因为这个跟踪止损跟的真的太近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在这种图表形式 呃情况下给它抓住 然后让大家详细的观察 所以呃 基本来说这种策略啊 你手操的话呃 是没有可能的 因为真的太快了 这个策略的全部内容也就这些了 没有什么好介绍的 因为真的很简单 以至于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好那么我们就直接把它跑完吧 先把它跑完 时间原因啊 我这里只跑的22年 23年和24年这三个月的行情 是在这个这个这个级别数据上跑的 也就是每个点基于实时点 我们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EA的参数 首先这个magic number是必须的 然后我们这里用的这个止损方式的话 就是呃 账户的百分比啊 也就是使用账户余额的 这里5%作为止损 因为这种波头皮的交易啊 它的止损或者止盈的点数都太小啊 你的仓位啊就放的比较大 不过5%的止损啊 对于很多观众来说都已经算保守的了 时间级别的话 我们这里就使用这个一小时 呃 我们这里回测的品种啊 就是欧美 我建议大家啊 在使用尤其这种波头皮啊 对于价格点差 滑点交易环境非常敏感的策略啊 你你就使用这个欧美就可以了 然后是呃 这个止盈和止损的话 都是固定的点数啊 我们这里用的是这个小点 说到这里啊 我想问一下大家 嗯 明不明白啊 大点和小点的区别 want和pips的区别 最近我在刷那个某红书的时候啊 我看一个博主啊 在跟一个观众对线 对了半天呢 我发现啊 他们两个说的根本就不是一个点 少了半天啊 这两个人都不明白大点和小点的区别 我这里写的这个200啊 它是指的200个小点 也就意味着它是20个大点的意思 后面这个跟踪止损的点数啊 也是一样的 也是小点 还有就是这个触发跟踪止损的这个点数啊 它也是小点 也就是说你进场之后 你的行情移动了多少个点之后 才会去做这个跟踪止损的操作 最后就是 针对于高低点的一个定义 这里的10代表的就是 首先看它是不是最近这10根K的 左右的左右最近这10根K的最高点 然后最低点的话 就是看一下当前这一根K 它是不是最近 最近这左右10根的一个最低点 其实高低点 它用这个这个这个价格指标来 比较好获取啊 但是怕的就是什么 半调子 我说话比较直接啊 有些爱对线的就是 一看到这个这个价格指标啊 它脑海中仅有的一些知识点啊就弹出来了 马上就说 你这个是未来函数 垃圾 本来人家这个这个价格是一个挺好的指标啊 不说了啊 我们看回来啊 最后这一个参数就是删单的时间啊 因为你这个挂单之后 你不能是一直挂着的 你过一段时间你就得把它删除掉 嗯 好 这就是全部的参数了 方法其实很简单 所以也没有什么参数可讲的 那我们就直接回测一下吧 把这个勾掉快点 跑完了嗯 总共是两年零三个月啊 然后本金的话是一万 然后盈利三万一 最大回撤是百分之二十六 然后五百六十六笔交易 不过我们看它这个资金的曲线图啊 它最近的还是稍有回撤啊 回撤回撤还挺大的 嗯 这一段这一段回撤其实还算正常 比较正常 就是这一笔啊 这应该是一笔交易 就这一笔交易啊 亏损有点多了 嗯 感觉不出意外的话 这里应该是出现了这个价格的断层啊 应该是出现了很大的滑点 但是对于这种波头皮的交易策略来说 嗯 这是没办法的 就是滑点包括点差成本 还有你的网络延迟 这都是你需要解决的问题 嗯 点差还有这个网络延迟 你还有办法可以解决 点差的话你选一个 你直接就开一个这个ECN的账户 没有的话可以找我 网络延迟的话 你可以自己购买一个VPS 但是滑点的话 这就没有办法解决了 嗯 有些有经验的 他可能会说 你可以写一个滑点的过滤器 这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想啊 你这个滑点过滤器 你能控制的是什么 你能控制的是你 选择进不进场 也就是在滑点高的时候 你选择不进场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这个 止损价 它的执行方式啊 也是有滑点的 它跟我们的进场啊 没有什么两样 它也是要成交订单 它也是会产生滑点的 但是你不能说是呃 当前时间点滑点比较大 那么我就先不止损 等滑点小的时候 我再去止损 再去执行止损的操作 呃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尤其是针对于这种 活头皮 呃有时候手术还比较大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它这个滑点恢复的时候 这个行情它还会回来呢 它可能已经走了很远了 你的止损已经非常大了 所以这就是我个人其实不爱开发这种 呃 对于交易环境啊 要求很高的 交易策略 尤其大家其实观察一下他 呃 就这就这些买了这个 EA的这些人的评论啊 就是有好有坏 有的人他的交易环境啊 呃 就 就可以满足他做这种 类型的交易 而有些人的这个经纪商啊 比如说他这个 点差啊或者这个 网络延迟啊 这个稍微变动一点啊 对于这种 策略上的这个回测啊 就会 影响非常的大 好 那就说这些吧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 找我 下载这个EA 没点关注的 帮我点点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